好 欢迎回来啊 在财产转让当中里面 除了转让股权按财产转让 下一步大家看是转让债券类的债权 就卖债权它也是为财产转让 好 在转让债权里面 要注意地方是原值的确定 因为它也是差额嘛 那你转让收入减去你购买债券的时候 那个原值 这个原值呢 是采用加权平均法 来确定你的这个债券的原值 用公式来表示呢 是一次卖出某一个债券 允许扣的那个买入价 其实它这个原值不就是买入价 就当时你买债券是花费的 这个呢是拿你购进 当时买的时候这个买入价 还有在你买进过程中 交的各种的税费之和 然后除以什么 除以整个这个该债券的总数量 知道吗 就你这一次购进的这个买价加税费 占整个购进的总债券的总数量的比 不就求出单价吗 然后乘以 卖出的该债券的数量 再加上卖出中交纳的税费 看好这个了吗 所以他说这个原值在核定的时候 这个买入价和费用是拿什么 拿你的购买价 购买的这个价格 加税费相关的税费 一定要除以什么 购买该债券的总量 债券的总数量 这里面的购买就是当你卖出这一批 因为你买进的时候可能买了 比如说一千万的 你卖只卖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这时候购买家 就是你此次 此次卖出的这一部分的债券 对应的当时的买家 好了吗 然后除以当时整个的这个债券的 购进的时候的总债券量 我当时总购进是一千万 这样吧 然后我此时就卖其中的二百万 就这意思 然后拿它除以它 然后再乘以什么 乘以你这一次卖出的数量 此次卖出了多少数量 就是什么 然后再加相关的税费 其实这个不难理解 好了 这就是原值的确定 大概清楚就可以了 它仍然是拿收入减去债券的原值 其实就是卖出价减去买入价 核定出来 这按财产转让 第五个 大家要注意 这又是一个位置往前提的 这个房屋的赠语 原来是在我们后面 讲那个特殊情况里面 那一节讲的 现在又提到这一节了 这个是位置往前移了 二考的学宜 学员一定要注意 位置前移了 挪到这了 又一个鸡窝 挪压窝了 好了 内容没编 赠送房子这一块 交不交个衰 第四 下列情星的无偿赠语 对当事的双方赠语方也好 受赠也好 都不征收个税 这个大家一定记住了 也可能是考客观题 有可能会考在计算题 所以大家看到这就为止 就能够知道 这个房子这一块 是个人所得税里面 租房子 卖房子 赠房子 后来再加一个买房子 这些税涉及哪些 大家都要清楚 好吗 好 等些情况下不用交税 白送啊 不用交 第一 赠给自己的 谁 看完明白了 法定继承人呢 直系亲属啊 第二 赠给对自己承担了 抚养赡养义务的 你签了一个 一赠抚养协议的 没问题 这个可以 第三 所有人死亡之后 法定继承人通过继承方式 继承的房子 他算赠语 都不交个税 好 不交个税的三种情形 记吧 非常简单 除了赠给这些人之外 剩下的赠语 您记住了 通通都要交税 税募首先记住 按什么交 按偶然所得 但是谁来交呢 记住 不是赠与人交 赠与人 它是属于付出去的一方 一定是受赠人 你白得这房子呀 所以受赠人来交纳 个人所得税 按什么交 按偶然所得来交 好吗 当受赠人在交税的时候 如果记住 所得额 就是你赠与合同上 标明的这个赠与的这个房子价值 你写上了赠与合同 我这房子价值四百万啊 赠给你了 这个时候扣去什么 赠与过程中受赠人支付的相关税费 比如契税呀 印花税呀 这些都要交的 都要减 合同表明的价值明显偏低的 这个时候税务机关 我来给你评估价格 逃税呀 好了 所以记住了 这个是计算提考 赠给的是直系亲属以外的人 他是按偶然所得 要计算缴纳个税 好吗 那这时候 减的时候一定要清楚 没的可减了 基本上就是全额了 知道吗 只仅减的是一些相关的税费 就完了 好了 受赠人把赠来的这房子又接着卖掉了 又转让出去了 那按财产转让了 这个时拿转让的收入减去什么 你原来捐赠人在赠给你这房子时 他取得的房子的买房子的购买家 再减去你在卖的过程中支付的税费 计赠个人所得税 这话清楚了吗 这话是首先 爸爸把这房子继承 以继承方式 或者赠予给了自己的儿子 这个时候是没有个税的 儿子把从爸爸那儿受赠得来的房子 把它卖掉了 儿子就得交税了 此时儿子在交税的时候 是差额 他拿卖房子的收入一定减什么 你要真正看他受赠时 他一分钱没花呀 成本是零 这是允许他减的是 当初爸爸买这套房子的时候的购买家 减完了 是这个儿子转让时候的所得 好吗 好了 这就是受赠这一块 看啊 看完了 我们简单的来读读这道题 感受一下吧 看看啊 19年的1月 大明 他以150万的价格买了一套房子 居住了两年以后呢 到了21年 他就把这套房子 无偿的送给了自己的弟弟小明 有这样的哥哥 很幸福的 看完吧 真是兄弟手足情深呢 他就直接赠给了自己 定 行了 你住吧 赠给你了 小明在取得房屋之后呢 又在2021年的9月 他把房子还就卖了 他不要房子 他要钱 卖的是取得了不含增值税的转让收入 卖了220 以至呢 小明在受赠 以及在转让过程中 总共缴纳的税费 一共交了12万 那么下面开始问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这就是受赠人把得来的房子 又接着卖掉 好吗 好 首先第一 小明无偿受赠的这套房子 应该按照偶然所得交税 错了吧 错了 在继承直系亲属 这种赠予双方均不征收个税 是不征税的 对了吧 好 小明无偿受赠的房子应当缴纳个税 他不应该缴纳个税 对不对 好 错了 小明在转让房子时应该交个税42.4 小明转让房子应该交的个税11.6 我们就在这两个之中选一个 因为他在受赠这个环节是不征税 所以A和B就排除了 那我们就要算 算完了 大家再跟这答案去对去 当他再转让的时候 他拿收入一定减去当时什么 他再转让卖了220 要减去当时他的哥哥大名买这房子的时候的原值 对不对 再减去整个在受赠和转让过程中花费的相关税费 这才是最后他的转让所得 用这个乘以20% 那您算一下 不就出来了吗 最后准确的答哪个 第一呀 11.6 他是拿收入减去当时赠女人在购置房子的时候的原价 会了吧 好了 这道题就清楚了 好 分类所得当中的财产转让所得也讲完了 所以这个财产转让所得里 大家看也有可能在我们的计算题当中会出 最容易出的地方 第一个什么叫财产转让 卖房子 卖房子的情况下按财产转让 原则上应该是拿你卖得的收入减去房子的原值 在减去相关的税费 减完之后 您就乘以20%交个税 那这里的难点在哪 就在这个税费上 最翁之意在这 您在卖房子中交的这个税费 无形中会牵扯到增值税的问题 所以才有成建税和附加的问题 看出来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最翁之意考的是增值税 这就考大家增值税的优惠政策 他要是能够免交增值税呢 这些就都没了 他要是应该交增值税的话 他成建税附加就都得算 这时候他的税费跟租房子的税费是不一样的 他土增是不用交的 好了吗 主要考虑的就是增值税的问题 而增值税哪怕算了 他也不放在这税费里 是根据增值税算出成建税附加 放在这税费 为什么 因为你在收入当中里 一定是不含增值税的收入 如果含了 你得把增值税剔除出去 由于你收入中剔除了增值税 所以对应的税费里 当然就没有这增值税 通了吗 好了 卖房子是容易考的 第二个在财产转让里面 卖什么 卖股权 股权的转让 一定要特别重要 好吗 股权的转让一定是拿收入 减去你股权的原值 再减去相关的税费 减完之后也是20% 然后这里容易考 大家问答题的就是收入 在什么情况下 你的偏低是违法的 在什么情况下 你偏低了 但是理由是正当的 这一点很重要 而你的原值在确定的时候 一定要清楚 你当初是货币投资取得的 还是非货币财产取得的 来决定你的原值确定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计算第一 很容易考核大家地方 好吗 所以在财产转让里面 我们重点主要考的就是这两 一个是卖房子 一个是卖股权 其他的什么卖债券啊什么的 这都好 第三个很可能考的就是赠房子 不是卖房 是赠予房 这一赠予的话 学完了一定要结合优惠 赠给自己的继承人 记住 这个是不征税的 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 一律按照偶然所得 要交20%个人所得税的 好吗 好了 这就是整个财产转让 我们的重点就在这三大块上 核定好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分类所得里面的最后一大块 利息古息红利加偶然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一样 两类全额寄税 所得额就是你的收入额 全额 什么都不让减 而且比例税率20% 很重要 好了吧 这也是计算题必考 好了 这个要结合下一节的特殊问题来考 哪些还应该比照按利息古息红利 有没有税收优惠 好好看 好了 这样的话 整个我们的第二节应纳税额的计算 这个知识点原来是单独做一节的 今年就把这一节第五节的内容 整个就揉在第二节了 所以导致我们的整个第二节叫薄皮大馅 薄皮大馅 第二节是绝对这一张的核心的核心 我们的主要的概念计算题都在这了 好吗 希望大家好好一定要把握好税率 应纳税所得额的核定 还有整个税额的计算 所以我们整个第二节讲完了 我再稍微给大家啰嗦一下 第二节我们在总结的时候提醒大家几点 关于在个人所得罪的税率问题上 学完了一定起码留住的是两大税率 实行的是不同的收入 有累进税率的 也有比例税率的 而这种累进呢 是超额累进税率 不是超率 它分有七级的 也有五级的 这让我们适用于对应的是什么 一定要清楚 七级的适用的是综合所得 五级的一定适用的是经营所得 你大方向最起码应该得知道 这个适用的是税率 比例税率往往适用的是分类所得 明白吗 而且考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在有关税率上 不仅要该记的税率记住 哪块分类所得的税率 20%的比例税率 务必记住了 考试是不给的 累进税率是作为已知条件 会给大家的 好吗 除了这个之外 一定还要注意 在税率当中 还会有预征 预征率 也不叫预征律 叫预扣率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税率就行 预扣率里面该记的一定要记住了 好吗 这个预扣率里主要是在综合所得理 当你的那个劳务报酬 在预扣的时候是三级 称额累进 这个必须自己记 二十三十四十 要记住了 特许权使用费 跟稿筹 在预扣预缴 预扣率时 是比例税率 百分之二十 这都是需要你 再通过做题 然后慢慢再强化 这一节的第一个知识点 负担不是很重 但是把大方向一定要清楚 别回来最后学完的混沌当中了 还用光盯着某一笔收入 咱们把大类看好 哦 综合所得都是七级的 经营所得都是五级的 其他的分类所得都是二十 你这么记不就好记了吗 你别单一的一项一项去记 然后再把预扣预缴环节的预扣率 一定要特别小心 因为这些都不是给大家的 好吗 自己要清楚 这是第一个 最难的 最重要的是后面两个 应纳税所得额的核定 很重要 你所得额没核定对了 那你最后算税不是瞎算吗 所以来自这一节的所得额 一定要清楚 好吗 都讲完了 仍然是按照框架 大家来讲 这个所得额 所得额在核定时 仍然分成 你是综合所得 知道吗 你还是经营所得 你还是分类所得 一定要脑子很清楚 在核定他的所得额时 综合这四项所得里 一定最复杂的 是居民和非居民 它是差别很大的 所以你在核定所得额时 一定要分得很细 居民这一块 主要是难点是在哪呢 是在预扣预角的时候 所得额怎么核定 你非居民呢 直接叫代扣代角时 那你的所得额扣出标准是什么 一定要清楚 而居民在预扣预角时候 一定要分清楚 工资应该怎么扣 他扣的是最全的 他除了扣五千 法定的扣除额之外 他还可以扣的是三险 还可以扣的是专项附加 都可以扣 但是如果你是劳务报酬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包括搞酬 包括特许权 这一三项在预扣时一定上来 必须先看 你是次收入在四千以下的 还是四千以上的 这时他就必须得这么来分 从而来决定你是减八百 还是减20%费用 还是又打一个七折 你大方向一定要记住了 这是在预扣预角的时候 好吗 而如果是非居民呢 他直接就代扣 因为他没有预扣预角问题 可是他的扣除标准 同样这四项完全不同 他的工资 那你就直接拿收入 直接就固定减五千就完了 什么都不让减 而你的劳务 加上你的特许权 这俩是一样的 那你就所得额直接拿收入 打个八折就完了 他这是绝对不分四千以上 四千以下的 看上了吗 如果是搞酬的情况下 那就直接拿收入 先打完了八折 再打一个七折 就OK了 所以他跟居民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他不分四千以上 四千以下 而居民呢 在预扣时候 对三项一定得分四千以上 四千以下 清楚了吗 所以这里的重头戏 重头戏就在居民 而居民里面的重头戏 重头戏 是在哪呢 就是在六个专项 附加扣除 好好读 该记得一定得记清楚了 还不排除会出问答题呢 您这些不光是算数啊 您得把这些政策 必须得吃透了 好吗 然后您再看年终的时候 所得应该怎么核定 它跟预扣时差别非常大 这就是综合所得 把所得一定核定对了 经营所得就非常简单了 它就直接正常情况下 两块 一块是个体户 加独资合伙的 一块就是承包承租的 你这俩只要分清楚 这就可以了 独资合伙企业加个体户 一定跟起税差不多 都是应该核定利润 然后加上调增 然后减去调减 就OK了 而承包承租可不是 承包承租一定是拿你获得的 分得的利润 税后的净利润 减去上交的费用 再减去一个固定的六万块钱 这就是你的所得 这个扣除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最后分类所得差别也非常大 不同的所得扣除标准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的分类所得 在核定所得额的时候 如果是租赁所得 一定分4000以上 4000以下 清楚了吗 尤其是租房子 实际上它不是固定的减800和减20%费用了 所以租房情况下 一定4000以下的 是拿你的月租金收入 先减一个相关的税费 再减去一个修缮费 知道吗 然后才是减800 减完之后再去交税 你要4000以上的呢 是拿你的收入减这些 减完了 一定过来 变成了减20%的费用 然后得出应纳税所得额 这里的难点就在 你租房子过程中的税费 都是哪些 你得需要算增值税了 赴税了 然后算出房产税了 最后才能算出来 这是它的扣除标准 所得额务必得对 对不对 但你要是财产转让 那就不同了 这是一定是按差额 来核定你的所得额 甭管你是卖房子 还是卖股权 反正是差额 最后凡是股息红利 还有偶然所得 那又一个标准 就是权额 什么都不让扣 次生路就是你的应纳税所得额 所以有关在所得额核定时候 一定要非常脑子要清楚 好吗 你就围绕这三大类 各自一个一个去攻击 这就OK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这一节当中里面的第二块 所得额 最后就是应纳税额的计算了 原来是一节的 结果放在这一节 作为其中一个问题了 在我们计算题当中 容易考的地方 没商量啊 重点就是考居民 而且这个居民里面 我告诉大家 回去好好练清二题 对号入座的 第一个练工资 知道吗 工资首先 要么考你预扣 考你这儿 劳务怎么预扣 预扣预缴 居民里重点是考这两大项目 考完了最后一定会考你年中 最后应纳税额是多少 还要算年中最后的应纳税额 把这个一定要清楚了 好了 这是一个第一个重点考的地方 第二个重点考的地方就是 分类所得 租赁 租房 卖房 赠房 都有可能考 把这些应纳税额的计算 大家清楚了 有的优惠政策 该计要计 税率优惠呢 还是说免税优惠呢 大家好好看 所以居民里面 每年就是一个大拼盘 就个税就是一个大拼盘 所以你不用害怕 你不可能一分拿不着 你哪个会你就做哪个 工资会我就做工资 劳务会我就做劳务 好吗 所以这个一定要多反复练习 这一说非居民啊 这个应该没什么 这个非居民直接就给大家分了 就是考大家这个四项 综合四项 也是在加分类所得 考大家这 知道吗 所以通过学完一定要知道 居民和非居民的主要区别 就在综合四项上 剩下的分类所得 金融所得全都一样 没有任何差别 差别就在综合四项上 好 把所有税额的计算 挨个塌的实施的 把它做好就可以了 好了 第二节我们就顺利的 完成任务了啊 内容比较多 因为他主要考试就压 就压保 就压在这一节了 把这一节务必好好看 都练得熟熟的才行 至于第三节 大家就比较轻松了 税收优惠 该记的记就可以了 而且这优惠 记会考在客观题当中 但是也会跟计算相关 潜在的含在计算题当中 凡是跟计算有关的 绝对是重点要记 要记住 个税的优惠就俩 要么免 要么减征 我们重点就记免的 减征的我们可以不记 好吗 好 下面我就给大家归纳 哪些是容易考在 我们的计算题当中 先说免征的 免交个税的 第一个记住 奖金 考试时一定要清楚啊 什么样的奖金 才能享受免 一定是非工资性质的奖金 工资以外的啊 而且还会涉及到 为什么叫非工资 非工资性质啊 不是劳动所得的奖金 一定是涉及到什么呢 教育啊 文化呀 科学呀 卫生啊 体育啊 是来自于这些方面 所获得的奖金 所以他出来才叫 叫工资以外的 而且级别非常的高 他说这个奖金 一定是谁讲给你的 在有关这些方面 省一级 不一级 军以上的单位 外国的国际组织 这给你的奖金 才免税 具体的项目在哪呢 272页 你自己再看看教材 大方向 咱先清楚了 我身边 大家一说 大家就知道了 像我们著名的水稻专家 袁隆平 啊 这好家伙 绝对给国家做出最重大 给世界 都做出巨大贡献的 就是水稻的产量 那国家曾经奖励他500万 交个税吗 不交 这是有关科学方法 像我们的奥运建儿 冬奥会获得的奖金 获得金牌了 免交个税 好 第一个够级别的啊 这个知道就可以 这是计算题 作为计算题 大家要认出来 考大家的啊 第一个是重点 再看第二个 是我们计算题 我都给你标上了 到时认出来 前面讲了利息 我在讲征税范围时就说了 买国债的利息 只要是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 存在银行里的储蓄存款利息 一律都免税 不用交 记住了啊 好 这是第二个计算题 要清楚的 第三个呢 就是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 院士津贴的 那些都是一些做出突出贡献的 我们的科学院的院士们 这个是免交税 但是这个计算题的概率不高 好 这是计计就完了啊 下面是福利费啊 抚恤金啊 救济金 一定得符合条件 尤其是福利费 不是所有的福利费都免税的啊 您会计上进福利费的好多东西 都是要交购税的 啊 您发什么8月15发个月并啊 端午节给员工发的粽子啊 这些您是进福利费 都给交购税啊 所以福利费当中主要针对的是一些什么 哎 抚恤金啊 什么救济金啊 给员工的困难补助啊 就这些都是免税的 这一般计算题也不考 好了 制造型 下一块大家很好理解 获得保险公司的赔款 因为你投保了 结果车子出事了 人家赔理赔的钱 那是你自己的钱 所以不用交税 下面军人的转业费和复员费 沾军人的都没有税 这个看看就完了 好了 接着 按照规定给我们干部职工给的安家费 退职费 离休生活的补助费 是离休人员的补助费 这都是免税的 这也是看看就完了 接着 符合规定给建议永违者发的那个奖金奖品是免税的 鼓励建议永违啊 对不对 所以免税的 好 下面 因为举报违法犯罪行为获得的奖金 这是免税的 这个知道就可以了 好吗 好 这是一个啊 下一个是我们的计算题的重点 这就是在财产转让卖房子过程中一定要结合在一起 转让的是五年以上的 而且还是唯一的家庭的生活用房 注意啊 是家庭里面的唯一的一套房子免交个税 所以当我们看这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个优惠要结合增值税 所以当大家在卖掉自己的房 特别是住房 租房子我们已经把那几个税收的优惠政策都说了 现在如果你卖的是自己的住房 您看增值税和个税的优惠政策是不太一样的 增值税里说 如果你卖掉的是自己的住房 没有套数要求 它只有两年以上有年限的要求 至于说您是多少套了 它不管 只要满足两年以上 而且是普通住房 它往往就可以享受免税了 第一套也好 第二套也好 它没有套数要求 但是要个税的话 它门槛就比较高 首先年限必须是五年以上的房子 同时还有一个附加条件 还得是家庭唯一的这样的住房 这样它才可以享受免税 这俩区分好了 好吗 因为你在卖房子过程当中会涉及到税费就有增值税 所以你要了解增值税和个税的区别 好了 这俩一定要结合好了 记住了 下一个没什么 就是高级专家 他们延长退休年龄 他实际上已经退了 又接着延长 这样再获得的工资薪金 相当于是退休金了 所以免税 这知道就完了 下面注意外籍个人 仅限于外籍人 从外商投资企业分回的股息红利 这是免税的 这容易考在计算题中 仅限于外籍啊 那我中国公民如果从公司里分回股息红利 照上纳税啊 这只给了外籍人 好吗 另外我们现在个人获得的拆迁补偿款 就您家房子被国家征用了 这样给你一笔补偿款 是不要交个税的 下一个是我们的计算题 记住了 转让股权这一块 转让的是境内上市的股票 不就A股吗 免税 这个计算题概率90%以上 一定记住 转让境外上市的 照照纳税啊 主要是境内上市的 接着 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 一定是上市公司的股票 当你持股期超过一年了 正好从上市公司分得股息红利了 免税吗 免税 一定持股期超过一年 如果持股期不足一个月的 不足一个月的全额继税 超过一个月 没超过一年的减半征收 这块是我们绝对计算题 考的是涉及到股息红利的 你这是卖股票 你下面这个不是卖股票 是分得的股息红利 而且仅限于从上市公司 因为你炒股票而分得的 不是你正常的投资持股 分回的股息 那个是没有优惠的 只有炒股期间 鼓励你长期持有 知道吗 所以这个时候持股在一年以上的 一年以上的分得的股息是免税的 一个月到一年期间的是减半的 一个月以内的以下的全额交税 好了吗 这个必须要说明一下 所以咱们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是什么 这是炒股票 你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 这样你分回来的什么 股息红利 股息红利 这才有优惠 如果你不是 你就是正常的 你投资 所以由于取得了公司的股权 它不是一个上市公司 你是因为投资取得了股权 因为你持有了股权 所以将来分回的股息和红利 这样的话 有优惠吗 没有优惠 无优惠 该怎么交怎么交 20% 你一定是炒股票 这样的话 在持有股票期间 分回的股息 这才有优惠政策 是免还是减半 完全不同 所以同样分回股息红利 一定要分清楚了 所以你是持有股权的 还是持有股票的 完全不同 好了 这是计算题 你一定注意的 下一个 一定要记 记 有奖发票 这是考偶然的 你那个奖金 只要没超八百的 还正好八百 是免税的 知道吗 八百为借 那要超八百 哎呀 我去吃饭去 有奖 刮那发票 一刮 刮出一千块钱了 记住了 超过八百 全额纳税 因为首先知道 它是视为偶然所得 知道吗 你正好一刮开八百 一分钱不用交 你唠口袋八百 因为你刮开 税一千 对不起了 全额交税 一千块钱的百分之二十 还是八百 得交二百块钱税 八百是个杠 这个有奖发票单张 主要是针对我们那个餐饮业 哎呀 吃饭 然后挖奖 有奖发票 看着什么 还有一个是买彩票 这俩别混了 你购买体育彩票也好 福利彩票也好 结果一次中奖了 这个就不是八百 这个很高 是一万 只要没超一万 一分钱不用交 超了全额纳税 所以这个八百也好 一千 一万块钱也好 记住了吧 它不是免征额 它在税法上叫起征点 知道吗 你没达到这起征点 一分钱不用交 但你只要达到了 就得全额交 知道吗 不是说 哎呀 我这一买彩票 中奖了两万块钱 我减一万再交税 不是那么回事 它没有减的问题 全额纳税 好 这是计算题里特别注意的 紧急要注意的 就是2020年的1月1号 有跟疫情防控有关系的 对疫情防控的医物人员 大夫啊 护士啊 就这些人 还有参加防疫的工作者 卫健委的人呢 还有这些社区的这些防疫工作者呀 他们获得的临时性的工作补助和奖金是免的 大家现在也都看到了 这些个医物人员和防疫工作者非常辛苦啊 哎呦 早晨起来6点开始做核酸 他们恐怕比4点就开始准备啊 很辛苦 所以他们每天工作是有一些补助的 这些补助奖金绝对不要跟他自己本人的工资 不要合并 他自己本身单位的工资该怎么交怎么消 是因为在参与防疫过程中获得的补助 这是不用交税的 免这个计算题一定要小心 好吗 这是一个重点啊 接着单位发给个人用于疫情防控的药品 医疗用品 防护用品 注意一定发的是食物 不能是发钱 不包括钱 这个是免税的 这个很重要 所以以后也教会大家 以后常态化了呀 我们员工每天上班得要什么 消毒 洗手 戴口罩 你这些东西都是一次性的呀 所以单位就要定期购置这些东西 发给员工 一定是发东西 知道吗 不要发钱 别堵省事啊 给你们200块钱自己买口罩去吧 那得并务工资交税 一定是发口罩啦 发消毒液啦 这些在你会计上是直接进入劳动保护支出 你可别进福利费啊 进福利费 你企业所得税变成限额务劣质了 进劳动保护支出 巨势劣质 所以起税也没有 个税也没有 好吗 哎 这两个计算题 大家把握好就OK了 所以这是呢 免征礼机构啊 下一个大家看都过去了 这个是放在314页 我就直接给大家提前了 就是冬奥会 在北京召开的这个冬奥会 因为参与这冬奥会期间 这些运动员呢 教练员呢 来划 这样获得的相应的收入 点征个税 完了 这已经过去了 这就看看就完了 对于参赛的运动员 因为冬奥会 这样获得的奖金和奖赏收入 按照现行的规定来决定免不免 这个不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那个非公资性的奖金 只要符合条件 省一级的给你发的 没问题 都免税的 好了 这就是免征的问题 好了 然后减征里面要注意地方在哪 就第一个 注意计算题 这一点是跟我们起税是一样的 除了买国债的利息 是免征税的之外 买的是铁路债券兑换的利息 这个是减半征收 看完就明白了 和企业所得税相同吗 相同 都是减半征收 这个在计算题 你看好了 是免的还是减半的 好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大家注意的是船员 因为船员不是出海吗 而且一出就出很长时间 如果这些船员在一个纳税年度内 在船上船上航行的时间超过183天的 这样他获得的工资减按50% 计入所得额交税 注意啊 一定是在一个年度内在海上飘的时间 已经满183天了 这种情况下 他是减半征收 这个了解一下啊 所谓在船上航行的时间 就是你在国际航行和作业的船拨上工作的天数 你天天就在船上吗 他就在公海上飘吗 就是工作天数 一个纳税年度内的航行时间 就是在一个1月1号到12月31号之间 航行的时间的累计天数 因为你中间也会在哪个港口会在停留 累计算起来啊 这个船员可以选择在预扣预角时就减半 也可以是在汇算轻角时减半都行 所以总之给远洋船员是可以减征的 减征的前提一定是累计183天在船上航行 得够183天 好了吗 好了 这就OK了 税收优惠里哪些是纯备的 哪些是跟计算题有关的 我都给大家了 这样你在计算题当中 你一定先审好是该交的还是不该交的 一般要遇到这种免税项目 考在计算题 他都会以问答题的形式考核大家 他问这个收入是否应该交税 请说明理由 你把这政策写出来 他免税 好了吗 好 看完练练这道题 说个人获得的下列所得中 注意应该缴纳个税的 保险的赔款是免税的 领取的是原来提存的住房公积金 这个是免税的 五险一金领的是都不交税 因为在单位任职表现突出 所以获得五万元的特别表现奖 交税吗 嘿嘿 这是征税的 这是估资性的奖金 职工每月取得的法定的退休工资 退休金还交税吗 不挣税了 这个是免税的 所以真正计算交税的 会了吗 C 这就出来了 好吗 好了 这就一题 再练一题 2021年的2月 张某通过股票交易账户 在二级市场 购进了境内上市的股票 10万股 炒股吗 购进了 当时成交价格是每股12块钱 注意 同年的4月份 因为贾上市公司进行2020年度的利润分配 他刚满进股票就赶上这家上市公司分红了 结果呢 就取得了三万五千块钱的分红所得 他从买进然后到得到了分红 已经是几个月 两个月 是在一个月以上 但是不满一年 这段时间 好 结果到7月份呢 他又以每股12块8的价格 又把这股票全部又转让出去了 又卖掉了 注意 这叫转让境内上市的股票 那么下面开始问 下列关于张某纳税事项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分析完了吗 等于张某出现俩 第一个分得了股息红利了 问大家应不应该交税怎么交 第二个又把自己的股票转让了 转让股票应不应该交税 出来了吗 大家一定要看好了 当他分得股息红利是交吗 交但是享受优惠减半征收 当他转让境内上市的股票交吗 免征 好 表述第一 购进股票的时候应该缴纳印花税 交吗 我们讲完印花税了 证券交易的印花税是要由卖出方来交 并不是由买入方来交 是不是 错了 取得分红时应该缴纳的个税是三千五百元 是不是三千五 取得的红利是三万五千元 按照百分之二十来交 再减半 这不三千五吗 对上了吗 对上了 转让股票时应该交个税 错了吧 错了 转让时不交个税 是免征的 转让股票时应该缴纳的印花税是两千五百六十块钱 是两千五百六吗 印花税是按千分之一来交税 而且是由卖出方来进行交税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我们来算 首先是转让股票时应该交的印花税 是拿你卖出的金额乘以千分之一 咱们印花税哥讲过了 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单项征收 是应该交 但是算的不对 它应该是千分之一 一千二百八 知道吗 好 这是一个 取得的股息和红利 由于是不满一年 但是在一个月以上享受减半征收 所以B答案正确吗 正确 等转让股票时 它是免征税的 所以C是错了 结论出来了吗 准确答案只有B是对的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所以优惠当中里面很简单 但是一定要记得清楚一点 知道吗 因为它会含在计算题里面 你认不出来会影响你计算题的 这一块大家不难 该理解的 理解完了 该记凌考前刷一刷 这就OK了 好了 这样我们的整个第三节就讲完了 这里面最难的最重要的 看好了吗 就在第二节 薄皮大象 税率 所得额 税额的计算 希望大家好好把握 好了吗 好 这就是我们本节的重点 谢谢大家